学生想打工,听说要先办卡,还要先买东西 瞎腿,有的还要先缴钱,要缴证件,要缴信用卡 A,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,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,怎么这么奇怪耶,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,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 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,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,将何险恶,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,检视精彩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,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,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,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无办卡,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,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,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,是去应征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,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